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那么中国队昨天在大年初一 以3比1的大比分 在河内不敌越南队 也是创造了中国足球的历史耻辱支柱 那么我们看到这场比赛 上半场的时候 我们看到还是在知知不倦的跑动护球 跑位积极的 想一度把中国队的节奏带起来的 可能只有戴伟俊一个球员 整个球队我们看到非常疲惫的这些外援 确实在整个12强赛当中 一直都没有给中国队 在质的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不要说他们周居劳顿回到这边 加上用阿姆斯特丹又睡了一夜 但是好像真的影响了他们的技战术的水平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上半场 打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洛国富 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位置当中了 那么李肖鹏也是相当的不错 在半场的时候果断的换下这些体力不支的球员 把张玉宁顶上来之后确实有在短时间之内 有这个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 但是又说回到整个后李铁时代 可以说在李铁离开了国家队的这个时候 李肖鹏确实没有感觉给中国队带来一些新的东西的同时 感觉在走这个倒退的这个路线 甚至这个越南媒体也是这么认为的 觉得中国队在换了帅之后 感觉丢弃了之前一些很不错的一些信心 一些品质 那么导致可以说是打得一塌糊涂 越南队也是 特别是他的媒体也是第一时间来肯定中国队的实力 还是认这个实力步入中国队的 可能运气状态真的就站在了越南队这一边 我们丢球太快了 让到令到所有之前部署的计划都被打破了 且不说李铁换的对不对 但是从所有的球迷的反应媒体的这个报道 当时全中国的这个舆论都是倾向于要离铁下课的 但是李肖鹏上任真的是最好的这个选择吗 我们纵观全场 中国队打的战术不就是一脚往前打 长船冲掉 打到哪算哪 或者从两个边路起 特别在散棒场 根本就没有一些有效的这个船中的这个机会 特别是这个张宁鹏 张宁鹏我可以粗略的计算 他在国家队这么多场过去的比赛当中 对上十脚的这个船中 只有一脚是船准的 没有一球是传到这个中心这个地带 要么就是打到对方的后卫 要么就是用力过猛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张宁鹏呢 还能够 当然也是怪中国队的后继无人 王生超这边呢 你有没有发现 王生超呢 永远只能用右脚 那么作为左后卫 永远要在带两代 带到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顺脚的这个方向呢 再往里面传 但是在比赛当中呢 也是没有传出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船 就反观在下半场 刘冰冰跟韦世豪上场的时候呢 确实呢给我们两边编路啊 带了一些不错的这个生气 可惜为时已晚 运气呢也不在我们这一方 所以呢在河内呢 也是隐恨的一比三输给了越南 创造了中国队 中国足球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刻 犯大将军的这个预言呀 一语重地啊 没想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 我们输完泰国 还要输给越南 那么剩下的就是缅甸了 不知道缅甸对此时此刻是怎么想的 所以现在再去过多的 去说中国足球怎么样怎么样 有什么办法去改正 其实呢我觉得呢都是徒劳的 我们只有扎扎实实的回到原点呢 我们重新来过啊 才能真的给中国足球带来一丝的这个 这个希望 好吧 无论如何这场比赛已经过去了 中国队中国球迷们 只能往前看 再去过多的想 之前的这个失利呢 已经意义不大了 希望中国队真的可以涅槃重生 我是Gary 如果对这场比赛有任何建议评论的话呢 那么请你在下面留言 流出的给出您的留言 以及在上面这个弹幕呢 给出您的意见 我是Gary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订阅点赞与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